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伤一喜同行 不孤单一人 齐抵抗暴雨 一喜看自由 祈求万世到抹楼 荣光民主同行 Speed of Hong Kong 香港台2022圣诞巨献 We wish you a better Hong Kong 又到圣诞没有那样搞那样之事 正所谓家人在哪 哪里就是家 感激香港台家人一直同路 香港台上下一心 决定趁着圣诞假期 一于玩大它 信上破格一夜 我们将会搞尽脑汁 再歌再舞 笑中有泪 泪中有笑 目求带给大家玩气攻心香港夜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希望从笑识里面找到更大力量 为香港做得更多 12月23日星期五晚准时8点 让你一家大小跟我们 没有那样 整那样 表价一律48元加税 特变明者联合主题赞助 Technic Motors Twin Surface 蕭瑶游 黄道金赞助排名不分先后 地产威廉 Buy Ship 尼安家司 姨妈团购 A Joyful Times UK 温哥华 Vilty The Realtor Bear 地产红 地产铁三角 John Sun 海报设计 或什么 我会用8个字形容荣春 就是来 流 去 送 脱 手 直 冲 冲 就是说做到就赢 荣春方永康团述馆 团体画个人授货查询 647 928 3972 大陈志豪由大东 原来就说在世界杯比赛之前伊朗足球队是去到政府那里得到他们的人员接见 结果这件事就激怒了伊朗人 因为他们说你被伊朗国家当局接见的时候你没有把人民的声音反映进去 所以原来在最开始的时候伊朗国家队是被伊朗人民唾弃的 在伊朗国民心目中唱国歌反而是不爱国的表现 在这一件事里面 因为你爱国 那你怎么可能容许自己的国民会因为一些这么不合理的原因被杀死 然后你还要没有反应 所以对伊朗人民来说 如果你那刻唱国歌 没有人会感动 反而还会觉得你是不爱国 记住不要偷我家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不需要 我提醒你 HAPPY BIRTHDAY TO ZIHO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过了一天的ZIHO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多谢 实在太好了 竟然可以有现场的Live Music 为我这个生日 就现场的一曲 我还要多谢你 感动感动感动 我也是等你直播 跟人家那时候说 哇原来又一年了 我想问你 现在说不说得自己多少岁 说得44岁 是不是的 要想的 四十四了 不想记得嘛 也没办法 不记得也要算 四十四了 四十四岁了 那生日怎么过 还有什么生日的缘望 昨天听到一点点的 不过今天跟我们的网友讲一下 你的豪仔的生日的缘望是什么呢? 这个生日的缘望表面看着很老土 但是结合了现在当今的情况 就是非常之有切身的迫切性的 就是世界和平和身体健康 这就好像港姐那些标准答案那样 但是是真的 以前世界和平只有淡笑而已 但是现在世界和平很实际的 可能那时候俄罗斯不要再打乌克兰 再加上现在我住在台湾 你知道这个台海危机很严峻 这个世界和平就变得非常之 就是有个人的需要 所以第一呢 就当然是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那身体健康呢 那刚才跟你计算完数 大哥 都44了是不是? 那很紧张的了已经 所以我觉得 因为无论是自己 还是当你都这么大了 那你身边人的长者就更加 就是长辈的年纪就会更加大的了嘛 那当然看着都看着大家都要身体健康了 是啊 看多几场球 踢多几场球 就是人生笑呵呵 所以这些愿望现在是多养生啊 真是撞鬼 原来小时候那些愿望呢 现在勇是最适合的 是啊 真的是大家来事了 不过如果你说回活力一点 那我当然希望 这里才对 这个大力神杯有朝一日 可以由香港自己捧去 那就非常好 那昨天也不错了 昨天真是英格兰 那我想你 为什么找你说世界杯是好的 因为基本上 我记得有一次问你蓝球 我以为你NBA熟了 你是不是NBA说蓝球熟过足球 其实我现在NBA熟过足球 我差点忘记了世界杯开锣 你知道吗 你以前是不是 我都想问一下 其实去到外地的香港人 除非你在英国 我看到英国那群人是没有变过的 全部都是很投入 因为根本那边有很多球体嘛 一个去到台湾的香港人 你以前是怎样度过不同的世界杯的那段时间 有没有一起约吃饭去酒吧 还是现在那个台湾 台湾有没有这些世界杯的呢 有没有这些世界杯就是怎样的呢 它的大环境呢 台湾真的不是很流行世界杯的 我觉得有点像美国那样的 就是美国也是现在这个时势呢 虽然他们自己的队拳都打了决赛周吧 但是比如美国人好像没什么特别 就是很兴奋的嘛 他们都是关心北美四大联赛多一些 那台湾也是的 台湾都说了近这个星期呢 其实最大的新闻或者你当这个月啦 其实他们这边最大的新闻呢 就是美国的以前那个NBA球星 Dewire Howwood呢 他就来了打台湾的叫做T1联赛 加盟这个桃圆云炮队 总之是一个NBA史上最大粒的明星呢 就就是 来了台湾打球 来了台湾打职业赛 就是加入了当地球队 那所以这边呢 反而就是最控洞的报纸啊 追踪啊 就是很夸张的 他们那些传媒追访呢 就是那些杯子一早都清空了 那相对世界杯呢 譬如只是揭幕那一天而已嘛 就是正常的 你新闻都不断说啊 这个卡塔尔世界杯 揭幕了 blah blah blah都说些东西了 哇 我第二天听电台新闻呢 就是其中一个媒体 就是我没有全部看完的 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的 就是这边 就是不是一个热话来的 原来世界杯 真的没办法 因为足球在台湾 真的不是最受欢迎 他这边 如果你说是相似的 真的像日本和美国 因为他的棒球啦 即棒啦 和南球呢 就一定是排到最头的那两位的了 那所以 所以刚才你问这边看球的气氛呢 就真的没有那么积极的 就是没有以前在香港那么积极的 那再加上 那些人在意乡 那些猪鹏狗友都分散各地 你不约一下 就是萧生他们不搞一下 那些看球聚会吗 其实昨天有机会的 昨天呢 刚好就跟梓山他们吃饭的时候 是是 都有说 喂 会不会一起看球 因为他们刚好在酒店订了 有位去看呢 但是我们现在今时不同的往日 有儿子抽 有功课要看 接着我唯有跟他说 不行了 我去了 报道啊 回家 估不到周志豪的增援是要报道的 真的 我都不叫报道 因为没办法 我觉得都正常啊 与时俱进 现在你已经是爸爸了嘛 那还要你不是可以有那么大盆人 去支持你家人的家务的时候呢 根本就是两夫妻自己 你眼看眼都要搞定了 不过决赛呢 如果决赛 还是有自己心仪球队的话呢 反正我都会申请这个休假出去看一看 说一说昨天吧 我们先看看昨天的数据 昨天我也买中了一场的 英格兰对伊朗 我最初跟人买 他说会不会数蛋 我说绝对很难会很少数蛋的 他们说我本应五比二仗 我说不是 一直入的 六比二 你这么准 我那时候我都觉得 他数到三零上半场 我都说应该都不是五比二 都六比二这样的 就是说多说话 那种是重的 这个荷兰对那个英文是不是 塞奈加尔 塞奈加尔 我说是塞奈加尔 塞奈加尔是一个什么国家 你知道吗? 塞奈加尔 我问了很多人 他都不知道在哪里 都叫做传统非洲势力都可以的 我只知道这届他们担光球星 那个好像是踢尼物譜的文 我最近才补回集 很久没看球了 那这个就跟着B组就说美国 首先领先到最后被人追回 就是这个威尔斯 一比一这样 但其实说回英格兰应该都是你其中一个首选 就是香港人来到差不多首选 其实你看看昨天长波 或者今次卡塔尔那个世界杯 你去到今天 就是看了两天了 虽然我们在外地了 我自己这边的气氛都不是很浓厚 不过稍后再说我们这边 就是到星期三我们都有一些气氛的 我自己都搞些事情 希望大家都会聚一聚 你看到那场球 你会有什么是特别变得到 整个世界杯 因为你其实不是因为为了看球 可能看看他们的球员 有没有什么他们做的行为 你觉得都挺有启发性的呢? 我觉得因为今届的世界杯卡塔尔 似乎由他申办到现在揭幕一个多月的一个酝酿期之内 他们那个政治争议已经是远远超过了球场上面 就是大家只关心形势的了 所以比如举例 你说英格兰之前他们揭幕那场卡塔尔对这个 阿瓜多尔 阿瓜多尔是的 那场球全世界除了想知道哪一队赢之外 更加多人就是想引证就是英国传媒爆料 说那场是收钱打假球真还是假呢? 你想想这个传闻的那个印象呢 那么多届世界杯都很少会强烈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就是几乎大家很兜面就说你游王是不是拿钱买球的? 所以那场球最后阿瓜多尔顺利赢了卡塔尔 大家就说好了好了没有那场搞球的疑问 但是证明第一那个政治气氛很浓厚 那第二场你说刚才我们说的英格兰对伊朗 都是的 你纯粹也是殖民地情意爆发也是一回事 第二回事就是你都想不到原来伊朗这么坚的 英格兰固然大家继续看好像延续英超的情绪 也都昨天顺利赢了6比2之后 我看到身边那些不喜欢英国的那些球迷 都依然都会说是伪强队嘛对伊朗 但不是人家那些都是亚洲强队 但是反过来伊朗才是坚冲的 唱歌的时候不出声 我也是这样看到的很感动的 我看见他这一场的画面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伊朗的国家是很极权的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就是美国最主要都是在制裁伊朗 但是去到一个女孩22岁的女孩 因为头巾的事件被人在警局里杀了 应该这么说总之死了 引起全国截至今天 前几天我知道有些警察就像太子站那样 走进去打女性 开枪打她们 我觉得其中一件事我就看到反而伊朗队 你说英国队 他们自己都要表态 你看到他们说我们都出来 你知道卡塔尔其实今年也很搞笑的 他们有很多东西除了赞助商不让他卖啤酒之外 但是他们的国家基本上是歧视所 可能是伊斯兰的关系 或者是阿拉伯那边 总之你是同性戀 或者任何人来到的时候 最好不要做出什么行为 否则是违法 我看到除了澳洲 英国的球星 其实我当时就会想 其实不论艺术也好球员也好 他们的角色已经不经不觉 要跟政治拉上关系 如果他能够在球场里面发声 其实就是吹他不胀的 但反而你刚才一说到伊朗 我看完之后 最终英格兰打球都没有大度 因为他说我们会声援这一班 我们觉得他的价值 就是那个核心价值 卡塔尔是不对的 我们都会声援 当他们还带上队长说要带上队长 结果就被国际据协劝了 你怎样看他林郑 不过他就表了态 他说我们其实是否这样已经说了话 但是你比起一些极权国家 他回去可能会有后果的 但是伊朗偏偏的那班人就是肩给你看了 我觉得可以先说伊朗 其实我觉得都挺曲折的 甚至乎我觉得对比香港近日 发生的那些叫做揽肿荣光事件 也是一个很大的啟發来的 比如伊朗呢 他就是刚才所说的 他们之前有那个女孩子 就是因为服飾问题 就被他们宗教警察抓完之后 就死了在那个警署里面 引发这么大规模的骚动 之后呢 原来就说在世界杯比赛之前呢 伊朗足球队呢 是去到政府那里 就得到他们的人员接见了 结果这件事情呢 就激怒了伊朗人 因为他们说 喂 你被伊朗国家当局接见的时候呢 你没有把人民的声音反映进去 所以原来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伊朗国家队呢 是被伊朗人民唾弃的 就是说你不要代表我们了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跟我们发声 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呢 那他们又就是马上转了 他们似乎觉得呢 自己原来应该需要再说更多 那跟着原来就说在很多场 他们的熱身赛啊 或者其他的叫做世界杯 正式揭幕之前的几场国际赛呢 他们都在唱国歌的环节呢 我看回这些资料呢 他们有些是沉默啦 有些是低头啦 有些是低头啦 就是已经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态 甚至乎夸张到呢 当地国家电视台呢 因为这样呢 咳咳咳咳咳咳了他们的画面 因为大佬 发觉他们不对了喔 就是开始危险啦 所谓反抗政府 那你现在来到卡塔尔那里 直接就 无论是开记者会 还是刚才我们看回那晚唱国歌的 都是沉默的 那你见到那个变化多么大 就是说呢 他们由所谓帮凶 沉默的帮凶呢 一跳就跳到变成勇于发声 而且这个还要得到 就是当地他们人民是大部分的贊成的 所以我见到有个传媒 写得挺好呢 他就说 似乎伊朗应该都是第一次呢 那个国民希望自己对方就输了 是的 因为他说 他们代表不了伊朗的人民 那你想想一下 对比起来 其实他显示出一件事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在伊朗国民心目中呢 唱国歌反而是不爱国的表现 在他这件事里面 因为你爱国 那你怎么可能容许自己的国民 会因为一些这么不合理的原因被杀死 然后你还要没有反应 所以在对伊朗人民来说呢 如果你那一刻唱国歌 没有人会觉得感动 反而还会觉得你是不爱国 你在那一刻呢 沉默或者抗议才是最爱国的行为 那你想想一下 那你想想和我们香港 就是未计荣光这件事之前 一直以来 我们收到这个国歌啊 或者那些叫国民教育的指引呢 好像只有一种就是 唱国歌要庄严要缩目 要唱要感动 要不然就不爱国 我看下伊朗原来在一些实际情况之下呢 表态才是爱国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大的一个感触 你说得对啊 就是我看见港队就算 我看下去了 我就算当是亚洲人面孔 我就当他是香港人 那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想回来 我觉得可悲的地方就是 你不单止规定人 现在就是因为出了筹了 出了国际了 那你就有很多东西 下次你就记得有后备的那只歌 后备的国旗啦 总之如果你觉得不对路 首先就弄个T字 好像那些籃球那样 喂 暂停啊 不用靠差了 我只要靠差了也要去 对啊 靠差了 然后然后再不对路的 就全部离场 但是呢 其实他没有一个刘伯是给一帮球员 其实我觉得来香港打球 其实我们经常都见到香港 他们都说我们要唱好香港故事 讲好香港故事 我觉得只是这些体育运动呢 虽然这个是商业的七人 亚洲七揽或者国际七揽也好 其实他就不是一个国际赛 但是一个这么商业 已经给大家有机会去玩一下 不要说你那些防疫政策 搞不搞得碰香港先 只是这件事 如果我是球员我来玩外援 你要我抬嘴 大家都试过 抬嘴做歌 你知道有时唱电台的节目 有时要你录下主题曲要口音急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那帮二勇军进行曲的时候 这帮外籍起码 他一定会受到一个指引 他从唱的时候要口音急 但其实某程度上高 他来打球而已 如果我觉得对于这个国家 是不满意的时候 就是正正因为他有国安法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不出声 比如说国安国国 你估计香港那帮 就是如果是打亚洲七栏才算 他们不出声 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违反国安客 首先他们其实是代表香港队的 所以其实是国附赛来的 是的 他们也应该不是所谓外援的 因为可能他只是 因为本地了 不是华裔的意思 因为其实之前都很多 可能他根本就是在香港出世的 他不是华裔的意思 所以你说他其实都是香港人 那他们是不是可以不唱呢? 其实我相信都不是握得很紧的了 如果在未发生这件事之前 只要你的神情是肃默严肃 那你如果不是故意闭嘴不唱呢? 我估计都未必有那么多那些战狼 会搞他们的 但是现在最糟糕的就是 他不是唱不唱 而是他们听到所谓错的那首歌 他们没有反应 那大家才会想就是说 你是知道错 你因而接受 还是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你可能以为 哦 这不是就是哥哥 我根本都不懂的 你说有没有可能呢? 绝对有可能 你想想 我都说到之前有个陈勇在说 啊 老爸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们真的很离谱 那些洋将 他老爸真的不姓什么 跟你都没关系 他真是不记得的嘛 他真是老爸姓 什么都不是姓你那个姓 很明显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小小的尷尬 就是你说 说就说华阳共处 但是他对 你不要说对香港 是不是完全 就是那个认识那么深 你只是说 应该这么说 你怎么会期待 他会对 就是中国的这首歌曲 是的 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甚至乎 所以他感动呢 他投入不了 香港人都未必投入到 是不是 但是现在 他说新的那个指引 我觉得有一些 其实本来是属于合理的 是理性范围的 比如他说 要由官方机构统一 就给那个USB 就去交给对方去处理 去保管 我觉得这件事本身是合理的 就是无论有没有国安法 他很稳定的 应该是很稳定的 是啊 因为你不要当是国家什么赛事 我都说了 你当是金曲 颁奖礼 这些 你都整个Scare 是啊 而且最重要是有一套 正式的流程 就是 喂 郑剑基这首歌究竟是谁给我的 你可能有十个助手 每人给一首我 哪一首是真哪一首是假的 那如果你统一了 好了 你的唱片公司 保证是由A到B 其实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其他的就开始开了 譬如你说 要给完他之后 还要有人去看那个屏幕 又或者出了事之后 就要立刻有不满 这个最重要是 糟糕的 就是一定要被传媒拍到 那你想想这是什么事 这件像不像是 我们经常看电影讽刺那些政治人物 就说 喂 捐钱啊捐钱啊 记住拍到啊 记住拍到啊 拿着一张支票的 我扶婆婆过马路 最重要是被人拍到的 现在他好像在用同一个逻辑 原来我们表达不满和我们爱国 最重要是被人拍到 看不到就不爱国了 看到那些才算下去的 你说是不是多么功利啊 多么搞笑啊 这件事 还有现在多了一件事嘛 我觉得啊 我自己个人觉得他更宽敦一点 就是现在 是不是啊 就是你看到什么了 就是我不叫外援啊 现在就是他在香港 喂 大哥 人家世界都放过大家了 就是大家都已经过去了 世界杯都来了 现在还向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要咬着不放呢 其实国家不是很重视这个亚洲七 其实是揽出了事的啊 但是为什么香港警方李家超要给一个命令 现在直接找一些揽 就是香港揽中的那些 就是那些球员啊 成员去做调查 是不是违反国歌条例 那怎么样 就是他们会有机会还压 然后然后进去坐牢的啊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做 战狼主导的一场戏呢 没办法不唱下去 我们留意到呢 就是说就是仁川出事之后呢 其实中国外交部呢 反应是相对地非常那么克制冷静 只是两句而已嘛 我们注意到亚洲濫总的声明 也都注意到特区政府发了声明 说完 其实已经完了了 他不管了 他没有加法罪呢 就说什么没用我们国家 没有的哦 那本来我们都真的曾经以为 就会轻轻放过就算了 免得搞这么多外交风波了 那怎么知道现在的形势呢 告诉我们呢 原来是在玩内外有别的 就是对外就冷静 不要上升去到外交层面 你不会看到他说要 好像对付萨德那样 又要杯葛南韩啊 又不让Bletting来香港 没有这些东西 很冷静 令人觉得他听完就算了 对内呢 就狠斗了 就是因为他现在战狼上过车了嘛 没有播到二勇军进行曲 还要播了所谓对家的歌 对了 就是你播错了 第二个国家的歌都算了 你播错了对家 所谓对家就是荣光 所以呢 香港的战狼已经很快将它上升 成为是黑暴啊 港独的延续呢 那他一出了这些表态呢 就是李家超是没办法不做事的 我经常都说呢 我想他第一天他没有想过要搞这么大锅 这么大锅出来的 谁知道战狼是一来的 那接着我相信呢 香港国安署那班呢 就是你猜收了钱不用做事 他都会觉得 喂 是时候我都静了很久了 现在只捉香港那些鱼猫这么小 现在有一宗大锅了 还不显示存在的价值 所以现在就是对内就空限了 关门打狗了 不断抓的了 你那个星期是不是一直一连串世界各地呢 最初我不知道你啦 我自己第一次那些人已经陆续 第一次初级职员播错歌呢 当然很多人先给你 那你一定不会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哇 这真的厉害啊 就是你第一时间一定会说 是不是的 会不会跟车贷帖 是不是那些人恶搞啊 那原来不是啦 那结束了几天很开心 全香港你会 那一刻如果拿着镜头 拍着香港 咦快乐之刀来的那几天 简直就是 就是没可能相信 音音最好笑啊 跟对方聊聊天 接着过了几天 不是吧 我又打错字幕 今次是唱到二用军进行曲 Glory to 就是Glory to 平方歸香港的英文 咦 是不是真的 而且两次 其实我不知道 我经常都跟朋友分享 大家以为香港人 在一个多低沉 已经去到说 你有什么做 没什么做 硬吃而已 世界就是偏偏有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低级到 没有仇报的人 就是他有一个很纯粹 你找他来做认识 他没有经验 你电台也请过认识的了 他做错事 你可以怎么办 不想想他吗 就是你下次小心一点 接着有人打字幕的时候 又会打错 荣光归香港 在那一刻里面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真是有一个天理在这里 只不过可能真的 在一个很压迫的时候 大家 这件事竟然是 哇 真是九株连环 星球九个星球连环 你都没有拍到那张照片 你都没有那么开心 是啊 现在真的好像你所说 他真的没有仇报 他还要到现在都解不通 因为我甚至乎 我再很冷静地想 是不是真的 演唱只是出错 是不是图像处理完出错 我都有很大的保留 因为为什么呢 你说揽总没有给他 所以他要自己下载 但是香港队不是第一年 以香港特区名义 参加任何比赛的 就是揽球都不是第一次 没理由会不知道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部分 没理由不知道 香港人说他要放电话 要放电话 我有少少的 就是这样 因为我有个朋友 真的做一些音响的公司 大家就会看到 因为为什么出了事 你就觉得每个部门 应该是很Pro的 但是其实 所有就算说到很大型的那些 因为他都是属于一二三大的公司 很多时候做制作的时候 你是外判了一些人给他做的 那你外判了那些人 你去问他一些 待会这些歌准备好味的时候 那个人会给你一个眼神 你来按吧 你按吧 你去做吧 那你就算了 那那个哥哥在吃烟 可能这样 那你跟他说 喂 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行了 按键 你去玩而已 会不会玩错 不如你按吧 那种种东西 其实这个 今次的离开事件 我觉得是很黑色的电影 黑色幽默的电影 你是没办法相信不是吧 还有那个人去搜寻的时候 我想他没有理由 除非大家都会想 到底他是不是很关心香港 他才会说 就是国歌 但是你又的确是 你看得出啦 他在YouTube 或者Google那里搜寻 那真是我大家各人都搜寻过的 你说香港国歌 起码那个人他不知道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他不知道他 你相信不相信 我就相信啊 我身边还有些人 就是加拿大很多这些外籍人士 对于香港啊 大陆啊 台湾啊 就是你想到现在 他们都好像是吗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 现在怎样 多人知道了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你的想法 是九成啊 有一成呢 就是我觉得纯粹是因为 因为 濫总没有给他 其实我猜他没有给他的原因 理论上那个人都是给的 不过没有给他 那时候你外出了给那个 就是亚洲濫总韩国那里 那你一定相信他这个这么简单的 你自己去搜寻吧 你不用我搞 因为生意而已 你自己去做吧 有就最好 没出事嘛 但是那个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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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对不对 那英诚 对不起 他最多阿周濫总都说了 他都道歉了 我们找了英诚最低级的职员出了座 所以我觉得这次香港呢 不过我最不相信是 香港刚刚完完 咦 为什么字幕那里是两个 因为我都已经很怀疑 咦 为什么突然间有个蓝色在那里 会不会是自己那些人的恶搞 实在要延续一下开心气氛呢 击两个进去 然后全世界都在那里疯传之后 假的 那就不是很好 原来是真的 真的 还有那个时间性上面 应该是那两个字幕出错在先 人村出错在后 是的 还要不是说 拿回来说 是的 现在不是说人村错完呢 就继续有一些新的错 而是那些人发现 原来一早就错了 没人看到 那这个才更加匪夷所思 就是 为什么之前 播了正确的旋律 但是活配了一个错误的歌名 这个呢 也都是刚才解释了 为什么呢 就是李家超呢 他们要这么大洞干戈呢 O記都要出来找南宗的职员落口供呢 是的 就是因为我想他想来想去都想不到 怎么写一份report 他解释这件事情呢 还有没有理由 反过来 就算他自己心里面都觉得 是所谓纯属不幸呢 嗯 那如果这样都纯属不幸 那么多钱 请国安署班人 就没用的了 我觉得现在真的证明 所谓新嫁的时间了 就是我想举个例子呢 就是你这么难得呢 几百万几千万呢 请了那帮清洁工人在这儿 哇 终于地上有一条烟头 有一条烟头 有一条烟头在那儿 你还不把掃把垃圾刷出来 掃干净的呢 所以现在我反而是比较担心呢 真的 会不会满足 这帮人其实有事啊 你担不担心那帮球员有事呢 你觉得有没有人要揹锅呢 我觉得球员就未必要揹锅的 应该这么说 他们未必会揹刑事责任的 但是我觉得南总呢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高层呢 是要鞠躬下去的了 是呀 炒一定炒 其实就算好了 起码不用领什么O记那些刑事 因为你行政失误呢 他就都挺难辞其咎的了 因为第一都证实了 仁川站会不会给他正确的歌曲 那你这个已经死了 就是说他的新指引 其实是原本你应该要做的事 就不会有这件事发生了 你还不够攻啊 你还不下台啊 那再加上那些什么电视精华转播 又没有人看得到啊 那我都说了 譬如你是歌手 你上班掌台拿完就走了嘛 你有时间才看回 原来昨晚在音乐会里 我的表演是这样的 你先看看 你打错了我的名字 有没有搞错 可能你是事后有时间 你才有机缘你会看回的嘛 那以后就没有了 以后我想真的所有体育总会 就是哪个部门都是的 应该专门请对人 好像别人那些电检柱那样 和我盯着所有重播 我们赛事的电视片段 看一看怎么出视频 其实香港现在多了很多国际手足 因为为什么呢 你知道香港政府黑人生的地方 就是他什么都管你 什么都没有自由呢 其实世界各地 你肯定是有人要录下那个东西 才可以出街的 这件事才会发烤的 你怎么会想到 在深夜那里突然有一条片 他又不是开始拍到的 咦 这一段很笨 你肯定是有人这样录下它 录下它才出街的而已 原本那里是没有人不明白 他在出什么的嘛 那就突然间应该有个香港 明白这件事的人 他要按下录下那条片 继续放上网 你才会有得说的嘛 其实这件事告诉大家 其实香港政府呢 你做得这么多阴质事 其实某程度上 你准备是被人用一个放大到 宇宙的放大镜是在看你犯错的 或者像这些事件那样 譬如我 我们可以看回世界盃 世界盃我们刚才有说 这帮香港的球员 以后或者运动员 都没有一个可以表态的机会 你怎样看 我们刚才说的 伊朗那帮你会觉得 其实最初可能他们不出声 就好像一般我们有很多艺人 我们希望他们出声 或者有很多其他人 我们希望他们出声 整个社会可能不同 但是伊朗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我很尊重这帮人 虽然他们输球 或者大家看世界盃 通常希望英格兰赢的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赢的一方面就是 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刻 在这个世界这么关注 这么多人看的时候 做了这件事 其实他们回到去都可能有后果 但是他们也不做 而这件事我觉得 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行为 反而反过来 英国我不是说他们都做了 但最终就被人劝服了不做 你会觉得其实是不是 但是如果在你的角度里面 他们已经之前表态 是不是已经够呢? 你觉得 有点点不同 因为卡塔尔 伊朗他们 伊朗是 是违反了 他们有机会 叫做违反他们自己 伊朗当地的法例 就是如果反对 可能会出事 但是从技术上 卡塔尔的那个环境 他是没有触犯到当地的法例 就是你唱过歌 你不出声 卡塔尔的会触你的 是的 那反过来 英国反而又很搞笑 他的抗议 如果他继续带那个 One love 那个避枪 完全没有抵触 这个大不力点 是没有任何法例抵触的 反而就会 就是作客当地 你就叫做违反了 他们主人的法规 所以刚刚好 是一个很大的相反 再加上 你说如果以迫切性来计 伊朗那个 是一个持续发生的悲剧 他们那个即时表态的需求是大一点的 那反过来 这个你可以说是一种 就是比较漫长的普世价值的表态 就是他不是说有一件特定的事 他是想表达就是说同性多元 LGBTQ 很复杂 就是他反而是一个价值观的表态 那你叫他说不去在这一刻表态 但是其实我估计他那个考虑 和伊朗那个 是会有一个缓急的分别的 就是他没去到说不带 就会很违反他的一些价值 又或者会令到 就是当地的一个运动 就做不到这样 那所以 不过我想最重要的都是 证明了应该他们那个 叫做商业利益 又或者就是顾及整个比赛的 那个重要性就更大一点 那你怎么看那个白威啤酒呢 他最终就是禁止了 因为那个同性恋我们很明白 回教国家也表面上不喝酒 不过我真的告诉你 我当时在马来西亚 我认识了一些挺好的 马来西亚朋友回教的 他们其实他告诉我 其实我们偷偷地去吃叉烧的 其实他们这个国家禁得太厉害 其实某程度上当然不是 有些人甚至是那些当地的回教人 他们都会吃叉烧的 但是说回来 其实今年卡塔尔也挺怪计的 那些国际足协里面的这些 为什么卡塔尔啊 为什么11月 大家可以看那些Netflix的作品 但是你一看到那个白威 突然到最后踩停不让他喝酒 其实看《世界杯》不喝酒 真的挺麻烦的 每个人都发妆很开心 像人家七楼那些 你看到画了国旗的面子那些 还有有一件事不能做 那些女孩子不可以 只能赢球突然拿起衣服那些 是是是 太阴着太暴露了 是呀 那他那个啤酒那件事 其实签约的时候不是应该说 那他临时说你又怎么样啊 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他说在场馆里面不能喝 你在外面喝咯 他说你可以在外面喝咯 这么突然 是啊 他好像在场馆里面 又不准让你喝咯 但是他又贊助 但是老实说 如果 你从一个展示多元文化的角度 那其实是都算挺有趣的 因为喝不喝酒呢 始终不是牵涉 什么生死啊 重大的一些叫做生理盖 开心的 你可以反过来想 就是都挺有趣的啊 就是说你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 和卡塔尔举办的世界杯 最大的分别就是 你会完全体会到 当地的社会文化和气氛呢 就是我觉得 如果他那样东西不是说 是直接抵触了一些普世价值 譬如你说 如果他见到女人 就不让他看球这些呢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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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只是不喝咯 啤酒呢 你当然很素兴啊 但是素兴之余 你都可以说 哇 都很聂奇啊 想不到这一届世界杯 很新的体验 是啊 很新的体验 那你想想 11月打球 你都接受到了 是不是 喝少啤啤酒而已 还有我听过一些说 里面如果你给钱在包商里面 就有得喝酒了嘛 通常你如果是VIP 你都可以做这些东西的 就是其实 是的 王马你猜 个个都会受到这么大限制 你是贵婚的话 你王马来到都可以入餐厅的嘛 所以 大家明白了 特权是这样玩的 还有我不知道你这几轮 有没有看社交媒体呢 我给一些东西你看 好了 好 你知道那些人是入住这些的 有些游客 是的 说他们住那些 不知道什么货柜 这些就是方仓的 好像是方仓的 直接是方仓的 但是呢 夸张的 这些你知不知道呢 是如果围起港币 这么多一千多元一晚的 是啊 好像一千七元一晚 很颠臟啊 一千多元 是这样的 我真的 我第一次看呢 你记不记得有些呢 就是烂民营呢 这个像医生准备进去 我觉得不是吧 给一千多元 那如果住在酒店 这个是一个唯一的锁 是锁住你的房子 我看见说不行啊 因为是小风扇 是 看见当地特色 哇 这个真是方仓 是 没有错 不是 方仓 是 陈德成 记不记得他那时候 他踢踢球 幽黑暈倒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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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喜欢足球 所以他很尊重 所以这次ViuTV NowTV 就找了他去讲球 是 现在我觉得TV哪里 我看到的 那我说一下我们有些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明天 就是应该出街的 我们录影的今天就是明天 因为加拿大历史里面 是打入了两次而已 很难得 因为加拿大和美国一样 国境是学习 是 冰 最近有个蓝球 Raptors 你一说森球 虽然他们说慢慢追 你见到是真正的国 很多主流的小孩是学足球的 就是外籍的都是学 不过你看到 他们正式在国际球场 对着纽约来的那些 但球场真的差点了 比较打Hockey 人家那些Hockey可以盖上盖子 那些足球场冬天 来到冷的海岸 下雨也遮不了雨 就是人数最初还没扩建的时候 一万人都不到 最坏的从香港政府大球场 就是说很多人都参加 不过过往差不多这十年他就投资了很多 希望这件事都可以 这间是我们本地的一间 全日午餐的他叫自己黄店的 我们终于就约了 其实这队波都应该我们过日 加拿大就对着比利时 我想机会是比利时的了 不过我们就想着大家坐在一起 可以支持自己 真是有归属感嘛 是不是? 还有凝聚一下香港人 我想问一下你身份 你自己很久在香港没有了 这个就是你讲我们今天出街的时候 第一场应该是阿根廷对着沙特阿拉伯 那你在哪里对着呢? 正路都是亚军廷的 sorry 得罪了亚军廷的投迷 是亚军廷 不是亚军廷 今年美芝是美芝最后一年 打完这个就退休了 是啊 赞情在理都应该是他了吧 这场是吧 是不是? 你今年有没有心想想哪一队冠军呢? 今年啊?其实年年呢 我们这些都是很肤浅的球迷而已 英格兰 想捧英格兰 因为我本来长期都是意大利的涌等来的 但是这届没有他粉嘛 都没得捧啦 是的 所以英格兰 我都没有中国粉的 都没有中国粉的 有 中国制作不知多少 哦 中国什么?中国之声闪耀卡塔尔嘛 我们说如有荣烟的 我觉得很厉害的 B組对丹麦 明天就丹麦对特尼西亚 特尼西亚就是非洲强国的 是的 是的 不过应该都是丹麦的了 麦西哥对波兰 正如是波兰的正老 而且我不知道如果你看波兰 你喜不喜欢有个故事性在里面呢? 我会的 我不是那些很单纯的 就是什么技术分析那些 我最喜欢有个故事性在里面呢? 所以譬如 如果你阿根廷 你就很容易投入就说 啊 球王一生都是二奶 给了一个机会去完成世界杯的冠军 如果那场是葡萄牙 你更加都会觉得 哇 施浪多惨 哇 又说被曼联出卖了 哎呀 给他拿了 给他拿了 我就会自己加一些 就是如果你讲波你会讲这些的 是吗? 是呀 很不专业的 因为其实一定会被人挨的 搞错 应该根据长波的表现的嘛 你个人同情喜好 是 所以没错 我们不要做平述员 我们自己在这里做这个感情的球迷就算了 那我最后一件事想和你分享一下 就是看一看 你知道最近黎智英那边 就可以给他一个他们的队 队员过来啦 是 终于高院就不让他继续上诉啦 就告诉他这件事绝对是应该要外国的人来啦 但是反而我看到他们之后要他们做这么多事 就是一个 我看到整个地都是沙来的 跌了下来 要拿很多沙 就是又要他们说外判的检控官 或者是律政署要这些东西 又要他保密啊 大藏有些东西 你觉得其实现在香港再要这些人要他们再签多些东西 其实是表示了他们什么呢 其实他们不是说其实香港是有一 其实原本他们不上诉 好好的好的不用被人驳回呢 是不会这么欲酸的 现在被人驳回了 他又加一些东西出来 又再次令到香港是一个讲好香港故事的相反 如果你说我们一般观众怎么理解呢 这个要求外籍检控官啊 又或者一些大藏啊 要签一些承诺书呢 其实很简单的 刚才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 你当作客打开门口啦 请朋友过来 就是看世界杯 那你就会发现很神奇啊 跟你一样都是黄皮肤 黑眼睛那些 进来进来 哎呀 饼干汽水 薯片 随便坐 接着有个红毛绿眼的外籍人士进来 你突然说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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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不要偷东西 进来不要偷东西 你现在是否骑我 不是 提醒而已 记住不要偷我家里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这么需要 我提醒你 你想想 这个场景和现在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那个江乐氏真是耻辱啊 这些就是羊皮唱好中国故事的 这些最佳代表说 纯粹提醒而已 你想想 这是刚才的比喻 当然是纯粹提醒的 但是你如果不是当他是贼 你怎么会提醒他 你记住不要偷东西啊 谁不知道 谁都知道不应该偷东西啊 现在就是衰在这里了 他一定要用所有方法告诉你 我当你这些羊官来到呢 就会破坏我们的国安法 是的 所以我提醒你 其实是给大陆看的 就是给大陆看啦 给那些所谓的那些爱国男士看的 我们警导了这帮洋人的了 他敢踏捉我们广州成一步 我就要他不得好死 好像法律亚天战争那年来的 都挺丑怪的 现在几年才可以啊 陈哥 我记得你说过呢 之前你说在一个暂时在一个容许 就是法律仍然容许可以有其他阶段来到香港的时候 我们依然就是要相信他仍然是有得打咯 如果不是就不如不要理这件新闻咯了 就是当黎先生都在里面能够这次有个阶段 就是终于可以在英国过来 我又觉得应该是 就是这次加加上又加上现在你记住香港那首荣光的歌 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是改变了我的态度的 真心的 它改变了我对很差的环境当中 以为没有人帮呢 那天是会帮你的 真心的 我觉得如果你说一个团队 有些像英格兰对伊朗那一场球 伊朗已经输到5个1皮去输到6个1皮 你好像不打但是比如说到到最后那球12码 你仍然都会觉得那个判决 大家就问那判决还要不要 你会不会要求求求求求他看一个VR 他真的是要给你看那个片段 然后他真的判回他那12把给你 難道你覺得那個判決 哎 判來也沒用啦 就算贏了也輸了這麼多 不是的 你會發覺 沒理由不要 公道來的 他真是抓你了 他真是判回十二碼給你 就算改變不了6比2的整體形勢 但是你所說 會不會士氣又增加了呢? 人們都說打破了伊朗在世界杯 不是說打破了 追平了伊朗在世界杯裡面 就是可能單場入球的一個數字 甚至乎累積的數字 可能就是慢慢慢慢會刺激他們後來者 令到大家士氣多了 可能有其他事情會發生的 所以我昨天看完 我都越來越覺得 哪怕是多惡劣環境之下 如果還有機會有個球證說要幫你討回公道的 為什麼不 當然去啦 是不是? 也都是好像那幫球員 無論這個國家是多麼黑暗 多麼嚴峻也好 他去到球場的時候 那一刻大家同意了一起做 就做那件事了 回去才打死害臭才算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很佩服這幫伊朗球員 雖然你說他有很多政治考量 但是我覺得其實對於伊朗的女士 也是一種很大的鼓舞啦 是 好了 藉著這個時候 我知道有些觀眾 在《多倫多》正在看著 這個希望我們今年的聖誕節 有一個香港同學的show 叫做 《We Wish You 》不是《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Better Hong Kong》 《We Wish You A Better Hong Kong》 希望如果 如果很特別呢 希望大家可以邀請多一個新來的家庭 或者一個朋友 因為這次就特意希望他感受到 聖誕節除了自己孤孤單單在這裡過之外 我們的台 雖然不多日 今年是第二年進入 希望大家第二年裏面做一個比較家庭開心 正如泛喜公心說 有哪裏有家人 哪裏就是家人 希望做到一個這樣的感覺 希望大家都會一起來 十月二十三號是星期五的晚上 突然間有個旗給我們彈出來 很難不顧 所以正如你這樣說 是趕的了 大家很久沒試過要去排舞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港台有沒有試過 就是那些表演呢 就是哇大哥 我已經沒有了聯繫了 就是我現在發覺哇大哥要跳舞一齊 六個人在那裡跳的舞呢 開放的那些 哇就是那個壓力 還有要做個劇的 也要做個劇的 就是Variety Show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開心的 好了 再次祝你 在未來這一年裏面身體健康 還有你和你一家都是和平和快樂的 OK 謝謝香港台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正經機他們這個活動 送暖給所有在海外的香港朋友 大家都有個Better Christmas Better Hong Kong OK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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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台2022聖誕巨獻 We wish you a better Hong Kong 又到聖誕沒有那樣搞那樣之事 正所謂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感激香港台家人一直同路 香港台上下一心 決定趁著聖誕假期 一於玩大距 送上破格一夜 我們將會搞盡老汁 再歌再舞 笑中有淚 淚中有笑 務求帶給大家玩氣攻心香港夜 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希望從笑識裏面找到更大力量 為香港做得更多 12月23日星期五晚準時8點 希望你一家大小跟我們 沒有那樣 整那樣 要價一律48元加稅 特變名席聯合主題贊助 Technic Motors Twin Surface 蕭瑤柔 黃道金贊助排名不分先後 地產威廉 BuyShip 尼安家司 伊媽團購 A Joyful Times UK 溫哥華Vilty The Realtor Bear 地產紅 地產鐵三角 Johnson 海報設計 或什麼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 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Chicky Duck 兒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嫂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lk 尼安家司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cal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MG 鄭太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李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曾共到困了奔波每一年 李同路患難每刻 總有支持 來分裂我 和明天一起每天 齊攀安和寄望 分享這信念 來論幾地或隔鎖 總可再見面 回頭著血液的理想 彎向飛前 想一起同龍行 不孤單一人 齊底看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萬世到物來 榮光民主同行 Speed up Hong Kong